你們女生要注意 如果你的姐妹淘對不對 你的有一個姐妹淘 那個男生會莫名其妙 在你面前數落這個人 他最有可能就是批他 蛤 對 這才是天大的謊言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好重傷喔 我們以為是要讚美他 我們才要煩耶 因為男生戲裡面有一種 讚美他那個才不能要不要煩 這個有時候反而還好 他這個是睿智的 打比方說 克凡的女朋友問他說 說克凡今天錄影有誰 然後他就講說有張艾亞 走張艾亞 那你覺得張艾亞怎麼樣 他那個皮膚那麼白 醜死了 那你不會喜歡他嗎 怎麼可能 對 對啊 艾亞我們晚上可不可以去看看電影 他為什麼要這樣 你們說避嫌一直 女朋友一定要講的 一定要避嫌 而且我之前也有遇過 他就說 他就一直約我 就是以前曾經很好的朋友 然後中間有一段時間沒聯絡 他說沒有沒有 我另外一個朋友要把他 所以我們分手之後 他們兩個在一起 我也有 我有 我那一個好姐妹跟我在一起 就是我們當好姐妹很久 我那時候男朋友對我不好 他就 我那個男朋友都會罵我這個姐妹說 都是他 看你變得這麼笨什麼什麼的 那我們分手不到一個禮拜 他們兩個就在一起了 是不是 這個有意外 是不是 前貨才是買貨人 我的天啊 太扯了 第二波主打 而且他是 他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對 前貨才是買貨人 對 男騎才會騎上去 橫P是 小心好朋友 對 嗯 真的 好 夏莉你還在怒什麼 沒有了 好 請回 嚇壞了吧 她還在上面了 嚇壞了 所以潘家莉剛剛控訴的是男人的駝鳥心態對不對 明明就是小三故意就是不敢承認 然後說是同事對不對 對啊 那王凱莉有遇過這樣的故事嗎 我覺得那個還蠻扯的 就是那時候我們 對 我們在一起 然後中間有吵架 然後那時候年紀比較輕 所以他就是可能就是打電話給我就不接 我就脾氣很扭 我就一個禮拜都沒接 然後之後呢 我就想說好啦 差不多一個禮拜了可以就是原諒他了 然後他就開始也慢慢打的次數 原本一天可能會打三個幾通未接來點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越來越少之後 我就覺得 喔 應該是差不多時間就是要和好了 不然應該就來不及了 然後後來我就打給他 然後那時候呢 剛好就是台灣有颱風還是什麼 他說 然後就是等了就是兩三天 因為我就是還是在氣頭上 我覺得我還是要處於高姿態 然後兩三天呢 他都沒有打來 我就想說奇怪 他們家該不會發生真的很嚴重的事情了吧 然後我就再打給他 欸 就沒有接 然後再過兩三天 然後我就是每過兩三天打一通這樣子 然後連續了兩個禮拜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好奇怪 我就傳簡訊給他 我說 呃 如果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家是真的發生很嚴重的水災 還是怎樣 可是如果你要分手的話可以講清楚嗎 我就是覺得說 可以好好處理 不用這樣子 不明不白的結束 然後他也沒有回我 可是呢 再過隔天呢 他一個好朋友打給我 他說 呃 那個凱蒂啊 他跟我說他有一條手鍊放在你這兒 他想要叫我幫他拿回來 然後我那時候就懂了 然後 可是我就覺得很扯啊 幹嘛就是 他懶得處理是不是 而且我都已經直接講了 你知道嗎 因為就是一方面是擔心 不知道他們家到底怎麼樣 然後另一個方面呢 我就有感覺說應該是差不多了 然後我都已經問他 我就覺得他就可以直接說 哦 那我們就分手之類的 可是你一個禮拜不打給人家啊 人家也以為你要跟他分手了 會不會 沒有啊 可是 通常就是吵架是他的錯的話 他應該道歉 對 他要道歉 他打那麼多通 他對你的愛就磨完了啊 就從 一天五十通 四十五十通 所以男人的愛好短喔 才一個禮拜 一個笑笑而已嗎 你們打一個人家就不打了 不不不 我說他對你啦 我怎麼知道別人怎麼樣 那你呢 我有曾經就是女朋友跟我分手 那我也是磨了一個月 才重新和好啊 可以撐到一個月啊 現在應該沒辦法了吧 還是可以好不好 好像認識你那個女朋友耶 就是那個 欸 哦 那是很磨耶 他是直接開車到人家樓下 睡在車上那一種耶 對 就覺得這樣很有誠意啊 一個月喔 然後對方還真的接受對不對 後來 那個到他家樓下去等 是等著再三天三夜 耶 今天是我做了一個錯的事情 對 可是其實沒有很大 可是因為我想跟他道歉 然後我就 那時候他就 電話也不接嘛 然後簡訊也不回 然後就 怎麼樣怎麼樣都不跟你 有任何的聯繫 然後我就開車到他家樓下 然後就是 每天就守在他家樓下 像狗仔一樣等了三天三夜 對 然後他才原諒你 然後他才原諒 原諒 這樣真的很有誠意啊 很有誠意啊 很有誠意耶 他只是打打電話 沒誠意之後 他就騙我說他家淹水了 然後還要把手煙要回去 那張艾亞有嗎 有 我覺得我這個也蠻扯的 我那時候是一個追求者 他先追我的時候 就一直跟我說 他錢 他一直罵他的前女友不好 然後 會在我面前說 他真的很糟糕很瞎 然後很愛去夜店玩 那我很想結婚 為什麼 跟他 就會遇到這樣的女生 然後我就跟他說 因為那女生年紀比較小啊 我就還會跟他 談心這樣 然後到後來 就覺得怪怪 他追我的時候 通常追求者一定是 常常會跟你見面什麼的 然後在你面前 不太會接其他人的電話 可是他手機很常響 那男生有幾招 就比如說手機響 會立刻蓋起來 就不想讓你看到 跟打到老二一樣有沒有 拉死到 蓋牌是不是 蓋牌 這有點明顯 就是不想要讓你看到 是誰打來 那有幾次 已經真的是打太多通了 他就不得不接 接起來就聽到 那個女生在咆哮 這樣就是說 你怎麼不接我電話 之類的 然後我就會問他說 為什麼前女友 還要這樣子 一直跟你聯絡 你是不是沒有處理好 他就跟我說 他家很可憐 這個女生單親 然後沒有爸爸 所以他就像他爸爸一樣 因為那個男生大他 大概十歲這樣 他說我大他十歲 我就會有義務 我們在一起三年了 然後我覺得我需要 因為他們也不能住一起 他說我需要把他的 之後的事情安頓好 比如說搬新家呀 然後什麼什麼 因為這女生也沒有在念書 他想要給他一筆錢 送他出國念書 這有情有意呀 對對對 想要做到這樣 然後當然我就說 那你們真的已經分手了嗎 他說 對 真的已經分手了 只是女生死纏爛打 不願意放手這樣 然後結果呢 他不知道我原來 跟這個女生 有共同的好朋友 然後 可是我 他追我這一陣子 真的對我蠻好 所以我們後來就在一起了 可是在一起之後 就更close嘛 就更常見面 就覺得他奇怪 怎麼 我有一次去他家 就發現 他女友來找他 就前女友來找他 他叫我先走 他說我 跟妳說 這個女生會打人 如果他見到你 他會動手打你 趕快走啊 對 叫我趕快走 那我也相信了嘛 可是他不知道 我其實有共同的好朋友 有一次我就 故意就是問這個 共同的好友說 欸 那個誰誰誰 會打人喔 不是 我就問他說 那個誰誰誰 最近跟他男友還好嗎 他們分手了嗎 我一問 那個女生說 他多想要跟他分手啊 那個男生一直不願意放手 然後這個男生 還欠他一筆錢 原來這個女生 是一個千金小姐 家裡非常有錢 然後這個男生 雖然也不到窮 可是他就是 跟著女生借了一筆錢 然後一直很愛他 因為女生很漂亮 然後很年輕 男生就是想要跟他在一起 可是可能當下 他可能也有點喜歡我吧 我覺得 所以他兩個都想要 然後又不想要承認 那當天女生來找他是來找他要錢的 根本不是要來找他吵架 或是也不是要來打我的 是要來找他要錢的 我就覺得這整個故事 你怎麼這麼荒謬 你為什麼要這樣騙我 我很氣 後來他跟我講一句話就說 我覺得 我覺得我兩個都愛 我兩個都想要 所以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你講實話 會嗎 你們會這樣嗎 Baby 喔 嗯 兩個都愛 兩個都愛 兩個都想要 這情況也是有時候會發生 看 你看 好好笑喔 我是很誠實的說 就是有些時候 人還是心很難講 他可能因為 真的假的 你可以同時要 兩個喔 我自己是 你無法抉擇 我自己是比較沒有這種經驗啦 對 如果是跟這個已經感情 說謊 我也覺得你說謊 沒有 看到跟這個已經感情到了 後來可能已經有點淡了 或是已經變像家人了 或是怎麼樣了 那可能後來碰到一個新的 才有可能有這樣的情況 男生請回答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他想要結束跟千金那一段 可是因為還欠他錢嘛 所以不能馬上就一刀切 可是他是愛你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不會相信你了 這樣解釋可以接受嗎 不能接受 不行 人都是血肉之軀啦 那個女生有時候很無理取鬧 就是說 你一定要跟他斷得一綱二鏡 他的地方你都不能接 他來找你 你不能跟他見面 這沒有 我剛剛跟他就是認識的時候 我就說 如果你們真的沒有分乾淨 你就先分乾淨 我們可以先不要聯絡 可是這時候他就怕你會 就是譬如說又被別追走了 你會永遠不見了嘛 所以他希望兩邊都hold著嘛 這個結束可以接受嗎 不能啊 不行 還等什麼啊 用力啊 用力 很用力耶 太小力了啦 會不會打啊 不夠 這也太用力了吧 不是我 你們是幹嘛 我借你們錢對不對 不是 錄了一些笑 其實也是 接力啊 打上癮了 我根本覺得這種男人就是王八蛋 對 你說的沒錯 沒有第二句話解釋 很好 對不對 但是還是打 打 等一下 妳要看他們是不同意哦 我們同意哦 我們同意哦 同意哦 你打背好了 打頭 頭髮少啊 女性假意更該打 問一下 Angel 那妳的故事呢 我之前有喜歡一個男孩子 然後我們本來是互相喜歡 可是那時候他有一個交往六年的女朋友 他說他們分手了 可是就是一直還沒有完全分乾淨 所以我就一直在等他們完全分乾淨 那才要跟他在一起 可是同時間他有請一個助理 然後那助理就是每天都跟著他處理很多事情 然後我就有朋友跟我說 欸 我覺得他跟他助理怪怪的 比如說他們一起坐車的時候 女生都會幫他把飲料直接吸管拆好餵他喝啊 餵他啊 對 就會因為他在開車嘛 他就會直接 欸 就拿給他喝 這是女主人啊 助理哦 對 然後 我也有問他說 欸 你助理跟你是不是怪怪的 然後他就說 嗯 好啦 其實我助理喜歡我 但是 就是他不是我的菜 然後什麼的 然後就 對 然後就一直跟我說 那你等我 等我女朋友就是 完全可以接受我們分手這件事情 我們在 我們再在一起 然後我就這樣跟他持續了大概三個月 結果有一天早上就看他在他的Facebook寫了一首歌 然後歌名叫做 呃 什麼 重新回到愛我的最後那一天 我想說 嗯 這應該不是寫給我的吧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今天寫的那首歌到底是給誰 你要幫老師跟我講 因為我覺得女生都有第六感 真的 嗯 對 然後他就說 那我老實告訴你 他就說 其實我那時候 那個助理是我女朋友 對 然後一直到那女生就是 呃 去做別的工作 然後認識了可能更多厲害的人 女生就真的走了 他才發現他最愛的是他 然後他就告訴我這件事情 還說 蛤 她要求我媽媽 太BB了